欢迎大家来到MyMusicPodcast现场 今天我们来了一位长得非常可爱很像洋娃娃的人类 欢迎YukiKa 大家好,我是YukiKa,很高兴 连声音都很可爱 YukiKa是在韩国发展的日裔歌手 大家听到YukiKa这个名字就会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 本名是四本来客 YukiKa你可以告诉我们最早你在日本是怎么发迹的呢? 在发展的发展节目标志上 连声音都会参加了 嗯,没错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或是搜寻一下YukiKa的样子 其实就是很标准的 日妞杂志会喜欢 会喜欢用的那种掌上 就是像BB杂志啊 UP或者是迷你等等这类的日本杂志 除了像是混血以外的脸孔 那日魔就会很像YukiKa这种长相 有一个平眉啊 还有毛系的眼睛 还有柔和的脸型 那YukiKa你为什么主要会想到韩国发展呢? YukiKa在韩国开始发表了个人的作品 像是之前蛮有话题的Soul Lady 那YukiKa今年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吗? 也有一些重新版本的故事 是公众的前面描述 这一首歌 这首歌是 rocob上的成果 成果欠缺决的的印象 那是幽队 我会把我音乐带给大家 希望能力得到的力量 現在是《Time-Up Up Up》 4月7日發展了 請大家聽聽吧 大家快點去聽 那我現在應該還是算在宣傳期吧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那我們台灣的朋友應該要怎麼關注你呢 推特、Instagram和YouTube公式頻道 可以發出各種消息 加油加油 希望你這次的作品也可以大成功 或者是之後還有機會我們也可以在台灣見到你喔 希望大家一起支持他 對,YukiKa的新的小歌 我們會在台灣見到你們的粉絲 期待會在台灣見到你們的粉絲 對,謝謝,再見 謝謝YukiKa今天到MyMusicPodcast來玩 我們下次見